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samba马铃薯tempey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马铃薯 先把它对半切开 再把它切成长条 接下来准备一片tempey 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再切成长条 准备一个洋葱把它切成片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4个红辣椒放入到搅碎机里 再放入4个青椒 3粒红葱头 4斑大蒜 然后把它搅碎 不要搅得太碎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再准备一碗酱鱼仔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先放入tempey 用中火把tempey炸至金黄色 然后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 把酱鱼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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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酱鱼仔也炸至金黄色 金黄色后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 锅中留下少许的油 放入搅好的辣椒泥 加入一勺不辣酱粉 用小火把它翻炒爆香 把辣椒泥翻炒至变成深红色 再放入切好的洋葱 加入一茶匙的盐 继续翻炒均匀 炒至洋葱变软 最后再放入炸好的马铃酥 tempey和酱鱼仔 快速的把它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Samba马铃酥tempey就做好啦 这样做的Samba马铃酥tempey香辣开胃 好吃又下饭 记得准备多两碗米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